白色貨車入口迴轉轉角 遇到轎車聆聽 只要倒車再轉一次才能通過 駕駛順手按了一下喇叭 來提醒引發對方不滿 轎車上的乘客突然衝到路中間 攔下貨車 二話不說出拳揍人 想沒了句話就直接拳頭 就直接揮進來我的駕駛裡面 就直接往我的上車 駕駛莫名其妙挨打 下車後又被捕了好幾拳 連貨車後照鏡都被扯斷 他氣得拿出手機 要拍下對方車號報警 沒想到這個舉動又再一次激怒男子 搶走手機摔在地上 又是一頓拳頭招呼 往直立打 好不客氣的就一直打 可以這樣打人的話 這社會真的是亂的 打人意外地點 就在台中市潭子區 中山路源通南路口 下午1點多貨車司機路口回轉 認為對方占用轉角為停 因此按喇叭提醒 就被對方乘客暴打 還在現場嗆瞎 說自己是前立委底下的人馬 有本事去報警呢 我跟我說說我站在那邊 你看看你 你後面是誰叫我都叫他大 他說 你要我大 我們叫他叫他來 貨車駕駛挨打後痛的蹲在路邊 警察事後到場了 但打人的男子也跑了 事後駕駛發文 拍一下自己脖子跟頭部傷痕 以及對方惡狠狠的模樣 他說自己只是養活 是個小孩的四寶爸 難道沒有幫派背景 在台中就不能生存嗎 自稱說背方是誰的人 我們警方絕對依法來就辦 事後駕駛驗傷提告傷害罪 警方表示目前已經約談嫌犯盜案 依法韓送法辦 對打人嫌犯 是否有政治人物的工作背景 拒絕說明 體育新聞旅正成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